为了炼制这几枚清灵丹 连药顶都破了 希望能拍卖个好价钱吧 负灵子丹的药材应该问题不大了 只是之前忘了告诉你 既然你要打那陨落心炎的主意 那么还得像当初吞噬清灵地心火一样 准备一种六品丹药 地灵丹 还好老师提醒 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汁材料倒是不多 四种而已 地心火汁 龙须冰火果 青木仙藤 还有六阶水属性魔盒一枚 六阶魔盒 那可是能与窦黄匹敌的六阶超级魔兽啊 找死也不是这种办法吧 什么走一步看一步了 另外据说这次黑银城拍卖会是巴善门主持 他们是这里的掌权者 一会儿进去可得处处小心 没想到巴善门竟然拿斗士来当黑银城守卫 果然实力强横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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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是他 斗灵实力还这般年轻 看来这黑银城 果然是草龙模糊 是那些变态的家伙 中间那人就是血宗的守宗主范灵吗 血宗和巴善门不是有仇吗 怎么还敢来黑银城啊 他有什么不敢哪 他爹可是黑榜排名第五的枪者 血宗势力又比巴善门强 谁敢在这里动呢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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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 少宗主 我不是故意的 饶命 饶命啊 小心点 走 你干什么 不要 少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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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血宗 果然阴狠毒了 这龟模 允昌米特尔家族拍没回来 再说 这儿 应该就是这儿了 我有东西 先要委托贵赏拍卖 价值低于十万金币 就不要拿出来浪费我的时间了 先看看再说吧 往前放 这药气温厚纯正 清韵天成 简直是沁人心脾呀 二文清零丹是值点钱 但也不足为奇 好在有两粒 那就一起打包卖吧 你再看看那瓶 三文清零丹 好东西呀 一旦服用 不仅能够打破修炼杖壁 还能飙升三星十里 跟二文清零丹比 副作用还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值得你浪费时间了吗 这位少侠啊 老夫有影无助 怠慢了 来来来 快请坐 您请用茶 能念这出三文清零丹的烈药石 在黑角域也不多见哪 这种人想比门主会感兴趣 这样 少侠 两粒二文清零丹 底价定在三十万金币 而这枚三文清零丹 底价或许可以定在七十万 再经过拍卖 帕孩 两位少侠 这才能够想起 就看不官忘了很久了 这一种 一定是在密的 一跳 这套着一套 对 付信的 分少宗主 里面请 看来薛总也是冲着那宝贝来的 客官 里面请 少宗主 有什么不对吗 对面那家伙 我之前见到过 每次见到他 我都有种奇怪的忌惮感